舍离子 始竹发空巷 不生不灭不苟不惊不增不见 世故空中无色 无首相心事 无脸而闭上声音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眼前 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 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情 无苦击灭到 无痴迷无得 无童谣 无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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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来念一下 虽然四句四句很简单 但是各位多去思维 佛教是心灵的教育 开发我们的佛性 佛性就在我们内心当中 一念不生则大悲生 一念不生则佛性生 一念不生则佛若生 既然佛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如果我们的内心起心动念 那就看不到我们的自信智慧了 所以如果我们内心生起大悲心 那佛性马上就展现了 所以为了如此 能够寄一些很好的寄送 来引导自己的心 也千万不要成为心灵的奴隶 我们要引导我们这一颗心 当然心有贪生痴的烦恼心 内心里面有清净的菩提心 但是不能一心两用 当你生起真正利他的菩提心 贪生痴的心就不容易起来 当你生起贪生痴的时候 这个悲心智慧就起不来 所以所谓的禅宗 参化头 乃是一心念佛 就是要透过你的内心 当你转念去利益众生的时候 一念佛陀的功德的时候 内心就清净 所以一念佛号 消灭百千万亿劫 生死轮回重罪 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 能够去思维这些佛法的道理 佛陀说什么 那你内心就很容易转念 所以能够思维法义 乃至一寄送 都有无量功德 叫恒河沙功德 所以经典里面有这么多好的寄送 各位多读送 乃是哪一句话最相应的 相应不是针对你自己 你儿子有什么心态 这句话对他很相应 你先生有什么样的心态 这一句话 寄送可以去对峙他 让他生起悲心 而消除称惠 所以为了更多的众生 那我们要如何去了解更多 学佛就像要赚一千万美金一样 哇 太快乐了 我要去赚一千万美金 所以动机很强 那这个动机是一种菩提心 为了众生 为了解脱 但是世间的快乐 就赢不起你的动机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 世间人还没出家 谈恋爱赚钱会有动力很强 但是出家人对这个就没兴趣了 像各位在供养生鞋 虽然是红包 我们看得很随喜功德 对不对 生鞋可以安心办到 在家居士可以修大福报 太好了 但是如果去赚钱谈钱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各位要知道 什么是我们要抓住的 什么是我们要放下的 所以世间的这些执着要放下 但是菩提心 慈悲心的智慧 要升起来 所以诸法即要 以前我们念过了 所以所有佛法的要点 叫诸法 诸法即要 因为我们谈慈悲 所以这一品叫悲鸣有情品 各位要多读诵 因为这样我们的悲心才会起来 我们的称慧心才会消除 而且把贪可以转成对众生的慈悲 所以多读这种慈悲的法语 让自己的心朝向慈悲 就像各位刚刚放生 你过去看那几只鸡 内心有烦恼吗 没有 鸡好可怜 我们能够救它 好欢喜 这些鸡很有福报 这个就是善梗 因为你看到鸡的时候不是说 这只好吃喔 你没有那个坏的想法 所以看到那些鱼 看到那些海鲜 各位刚刚就投烟供 问阿虎 我欢喜喔 善供下师 善供知佛六道友情 祖先超度 众生离苦 善阿虎 很有意义 所以今天整天 大家都很快乐 遇佛 绕佛塔 点灯 供水 忙得供生 对不对 今天那个中午好不好吃 忙得吃 慈悲的哉死 这里面没有好不好吃 反正就是一个吃树 对不对 一个慈悲 想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像各位要来参加法会 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 感谢提供 今天天气很好 凉凉凉凉凉凉 再过几天又要下雨了 前几天又下雨了 但是我们要办法会 提供做暂停 太阳不能太大 风要有点强 所以 为什么 你的心好 世界会不会跟你配合 一定了 心清净 则法界清净 对不对 今天你心慈悲清净 则众生清净 我们心清净 慈悲 那些往生者就超度了 所以超度冤心在主 不是我帮你写牌位 而是你的清净心 大悲心 牌位只是一个 一个实践 慈悲跟忏悔的一个方法之一 难道没写牌位 不能超度吗 不是那个意思 牌位是我们华人的习惯 并不是一定要这样 而是说你有一颗忏愧的心 清净的心 对冤心在主有一个忏悔心 而愿意为他广修功德 希望他成佛 不是把他赶走 哎呀你跟我在一起 你痛苦 我对你不好意思 我功德不够 如果我是佛陀 你来跟我好了 所以你才会离苦 所以我现在 我跟你忏悔 修功德 我引导你 离苦得乐 所以我每次问 问人家说 那个超度了没有 我都不敢这样 我都问说 他离苦自在没有 我绝对不敢问说 他离开了没有 我不敢问这个话 一点点排斥他的心态 都不敢有 不敢有 有时候我会问他 去极乐世界 我这样问 他是不是跟我爸爸妈妈一样 去极乐世界 让对方感受到说 我对他 把他相待成 我的爸爸妈妈一样 希望他跟我 最爱的父母一样 能够去快乐的地方 对方这个感受这么重要 所以我就对他很慈悲 他只是像我们抱个婴儿 婴儿你抱在手上 会有一点酸的 但是你心里很温暖的 很温暖的 你要这样来 来表示对他的爱 关怀慈悲 所以各位你要 你拿起冤亲在主的牌位 你要讲两句 善言柔软 好听的话 好不好啊 你们说 你太久都没超多 奇怪 老老菩萨都这样 每次问他 你会超多 我们在这儿很久啊 你马上合掌 哎呦 不好意思 我儿子哦 老母儿不好意思哦 你这样说 心肝疼哦 你怎么就跳起来 哎呀我对不起你啊 我对不起你 我都不了解你这样感苦哦 不好意思 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地守姓哦 很坚定哦 哎呦我给你忏悔哦 我带你点灯啊 带你祀佛啊 带你九千亿杯啊 你没有对他这个惭愧心 然后你只是我给你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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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那么久你都不走 那你这个心态他就不能接受你的忏悔 然后你这个心态没有很圆满他也接受不了你的功德 他不想要接受你的功德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我们自己的这种惭愧心跟对他真正的关爱心 这个是超度最好的方法 那最好的方法当然如果我们不会讲这么好听的话 那就给他念经典嘛 对不对 经典是佛的大悲的语言 圆满的语言 所以我们给他念心经啊 念往生咒啊 为他施食啊 所以 但是你要记住说 是因为我要表达一种报恩啊 惭愧啊 慈悲啊 所以我做的没有那么圆满 所以我来念这个经 所以在这一点各位 永永远远要记住 特别膝盖不好的人 什么叫膝盖不好呢 就是傲慢 讲话苛刻傲慢 你很容易膝盖不好 腰不好的人 就是因为喜欢做压力又大 喜欢做承受这个压力又要稍稍念 这样 所以那你就会去反弹到自己 所以你要甘愿的去承受 不要有压力 痛就不见了 不然你就边做边念 很痛苦 很多做女人呢 然后呢又要爱又要念 你看 她又放不下 所以呢 自己情绪不稳定 所以就造成身心不稳定 好 所以回过头来 正确的心念 讲出最好的佛的话 用佛的心 念出佛的语言 能够展现出佛的行为 那叫念经吧 所以至少在念的那一刻 你要很认真 比如说你在念心经 要无所求的 安住在空性 愿得安尿多罗三秒三不提 愿所有众生离苦 所以这样来为他们念心经 所以我认为佛法是在用 以一个圆满的心态表现我们的语言 态度 行为 对待众生的方法 就像刚刚看到鸡啊 我看到几位一样合掌 我也合掌 对不起 过去啊 不小心一直杀你 吃你 把你当作一个 一个好吃的食物 看到他就很亏欠 很亏欠 所以 以这个亏欠心 我们能够救几只就救几只 希望他吃得好 喝得好 所以我特别请 他们任波切要回去了 任波切慈悲啊 慈悲 我带你们啊 我们一起去跟为他们念念 结个缘 所以 任何生命都一样 那我认为我这个动机 至少对往生的机 一定很快乐 对不对 后来绕完了以后 任波切 来来来来 我再带你去绕 绕上来 绕到往生坛 再好好给他介绍一下 我们汉传天天摆坛城 这个就是我们的坛城 藏传的坛城是 是本尊 哇 好庄严 我们汉人的坛城是 三恶道 用这么漂亮的 好吃的食物 把一个庄严的食物 甘露坛城 要让他们吃得饱饱了 快乐 任波切就在笑 我说这个可能汉传跟藏传 可能差在这个地方吧 我们一切都是为苦难的众生 因为苦难的众生 对我们来讲就是未来佛 所以这个汉传佛教的福报 大一点 是因为你怎么会 避免 请养